杨玉莹娱乐圈两对两出 男创昔日风光 竟然全都是为了一个男人 杨玉莹在她事业的顶峰 就遇到了赖文峰 这个牵绊她一生的男人 当时的赖文峰是有名的富家子弟 更是把人美歌甜的杨玉莹 当作梦中情人 有一次她突然就在那呆呆 她突然就说 有一次我翻杂志 看到这个女朋友 她说将来我的女朋友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赖文峰对杨玉莹发起了猛烈的追求 几乎在杨玉莹每一次参加演出后 都会贴心的接送她 杨玉莹也很快沦陷到了 赖文峰的唐一炮弹中 甚至有了退出娱乐圈的想法 1996年 25岁的杨玉莹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但她却非常任性的 中子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然而杨玉莹这次吸引后 并没有使这段感情 有一个好的结局 不过两年 赖文峰与杨玉莹就已经分手 分手后的杨玉莹再次复出 但不久后 赖文峰被捕后 还是给杨玉莹带来了很大伤害 青春玉女的形象直接垮掉 在之后的那些年中 不管杨玉莹如何努力 都无法摆脱赖文峰 给自己带来的丑闻 直至2006年 精疲力尽的杨玉莹 再次宣布隐退 然而她退出后的那几年 正是娱乐圈人才辈出的几年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早已被拍在沙滩上 当她决定再次回归的时候 娱乐圈早就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 即使她努力的参加 一个又一个的综艺 各种卖情怀 人情依然大不如前 而作为杨玉莹 曾经的搭档毛宁 也被媒体多次拍到 在路边贪吃烧烤的样子 让很多观众感到唏嘘 曾对营目前 一对狼残女貌的金童玉女 一个已经回归生活 一个虽然再度付出捞金 但难再创出往日辉煌 而造成这一切的开始 都是因为赖文峰 而杨玉莹和赖文峰分靠后 却从未说过一句诋毁她的话 甚至在节目中谈到赖文峰 依旧会两眼发光 就连好友毛宁都说 杨玉莹和赖文峰曾经深爱过 很多人认为 当初若是没有赖文峰 现在的杨玉莹和毛宁 或许就和凤凰传金一样 还在继续搭档 杨玉莹会遇到自己真正的爱情 如今已经结婚生子 毛宁也不会受到波及 依旧在娱乐圈中打拼 诗人称赖文峰是杨玉莹的结 为了她两度退出娱乐圈 至今50多岁的杨玉莹 依旧单身一人 或许杨玉莹这一生都无法再接受别人了 当杨玉莹却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自己对于这些 曾经走过的弯路并不后悔 杨玉莹用言丧父 男朋友家族犯罪坐牢 其实搭档更是吸毒坐牢 但杨玉莹依旧笑容满面 不管对待任何人都是和风信誉 杨玉莹的命运是悲惨的 她能够走到今日 全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 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 杨玉莹之所以和拉文峰在一起 就是为了钱 现如今还在娱乐圈苦苦挣扎 还是为了钱 总之杨玉莹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拜基女 也有不少人表示 杨玉莹对拉文峰是爱的深沉 传闻艳照门事件后 阿娇曾经面对媒体说过 自己很傻很天真 言外之意就是在指责陈冠西 但杨玉莹即使被大众逼得退无可退 都从未说过一句拉文峰不利的话 可见杨玉莹与拉文峰确实是真爱 对此观点你有何看法呢